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CAPLAN的CFA Level 2的Demo Lecture和Information Session 我是Kyle,我過去十幾年都是CAPLAN教授CFA的課程 由Level 1到Level 3,香港少數老師三個都有教 今天會和大家特別講Level 2的,講一下考試的Syllabase 然後會講一下Demo Lecture 我同時會講一下課程安排,我們事不宜事就開始 這個是我的背景,我除了在CAPLAN教CFA之外 其實我也是一個Market Practitioner 過去在銀行有做過Purfect Bank,有做過Duratives 在2010年到2017年,我就在Hash Fund做過CEO 近幾年就做一些Purfect Equity的運作 就幫一些公司提供錢,也都幫一些投資者找一些好的項目 這些其實對我來港教Level 2有幫助 因為Level 2裡面其中一個很大的項目就是Purfect Equity 也都有提到一些Hash Fund的操作 所以當我教Level 2的時候,除了講一些CFA的材料 也都會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工作經驗 今天我會負責頭兩部份,講一下考試 還有會做一個Demo Lecture 然後我同時Krissy就會講一下CAPLAN的幫助你去預備 以及Purfect Equity的考試 我講一下安排 我們這個Seminar 是假設大家在二月會考Level 2的 對不起,不是二月,八月會考Level 2的 即是雖然大家會考這一個Diet 但是呢,可以這麼說 也都可能有些同學會審議考 請大家留意,由於CFA每年會改過Syllabes 所以如果大家去到明年考的時候 那Syllabes會改 所以我今晚的Demo Lecture 就是假設大家考8月或10月的考試 都基於2022年的Syllabes 好 那如果大家是在... 假設大家在2022年是考過的8月考Level 2 而順利合格的話 最快就是明年2月考Level 3 考完的話,我就會測試到 那如果今年的8月 你Level 2是肥了的話 因為它要六個月之後才可以再考 所以最快就是明年5月才考Level 2 那便會令你遲到去Charter 所以我最希望大家在8月考Level 2 明年2月考Level 3 順利在明年上半年的時候可以去Charter 這個就是最理想的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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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呢 到底一個CFA的Level 3 可以考多少次 那 其實以前呢 那 CFA Institute沒有說可以考多少次 基本上可以考Unlimited 那 那就是說理論上如果你難聽一句 你Level 2 你一邊很肥的話 那我一邊考考會越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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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講講CFA Level 1和2是一個項目 主題是Valuation Valuation of the Securities 這就是Level 1和Level 2的主題 所以如果你問題目的話 Level 1和Level 2基本上大題目是一模一樣的 比重有些分別 但那些大項目其實是沒有分別 所以對我來說 Level 2就是Level 1的延伸版 Level 1有些東西未讀完 Level 2會繼續讀下去 In terms of topic wise 其實是沒什麼大的分別 Level 1有的東西 Level 2都有 也都是這樣的緣故 Level 2可以這麼說 他假設你是讀完Level 1的東西 在某些 topic來講 這個就比較困難 For example Accounting 就是這個 Final reporting and analysis Level 2的Accounting 是假設你 是記得了Level 1的Accounting 所以如果你是上年或今年考了Level 1的話 就恭喜你了 你會比較好 因為剛剛考完Level 1的材料應該做記憶猶新 但如果有些同學可能是一兩年前或早點考Level 1的話 這個相對比較困難 因為差不多要重新讀Level 1的材料 我不是說全部Level 1要考 但很多Level 1的材料 Level 2會出現 那些是你要讀的 就是相信他們會認識的 包括什麼呢 Level 2的第一個 其中而言之 比賽很大 仍然是這個ethics的 恭喜大家 Level 2的ethics和Level 1的ethics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Code and Standard 就是七個standard 所以這方面來說 如果剛剛是Level 1的話 那些材料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其實 這裏10-15% 其實我經常跟學生講 就算是不用讀的 因為如果你假設你讀了Level 1的話 那份就讀了了 Quantitative Methods Level 2的字幕比重已經很大 在Level 2的Quantitative Methods 其實針對是有兩個大項目和小項目的 兩個大項目 一個就是Regression Analysis 一個就是Time Series Time Series 其實可以這麼說 是Based on Regression Analysis 而Regression Analysis 就是Based on Level 1的材料 特別是Conference Interval 以及Hypositive Testing 所以很多時候我教Quantitative Methods 在Level 2 我都叫同學去看看Level 1的材料 是關於Hypositive Testing和Conference Interval的 Level 2的ECON 我覺得相對Level 1來說 比較集中一點 比較容易讀一點 如果你有一點印象的話 Level 1的ECON 其實差不多是整個 大學的Micro 101 Micro 102 就讀一次 Level 2的ECON 主要就是兩個大項目 其實某個角度來說 都是兩個大項目 是一個大項目 一個中項目 一個小項目 大項目 就是Currency 其中一個很大的項目 就是Currency Econ 開始說 Accounting 也會有的 第二個是Growth Theory Growth Theory 其實在Level 1也都已經說過了 它有一點少要評價 第三個就是Regulation Regulation是一個很小的項目 所以那部分就很快看完了 接著就說 就說accounting Level 1的accounting 大家知道 字幕比重也不少 Level 2的accounting 也有一個accounting 我都不會逐個說 給大家收起的idea 第一個就是Intercorporate Investment 就是講A投資B A是Investor B是Investee Investor是怎麼入帳的 當然Investor是怎麼入帳的 視乎A和B的關係 到底B是A的subsiduates 是Associate 是JV 還是一個 純粹反映asset 不同的classification 有不同的入帳方法 第二個大項目 就是Pension Accounting Pension Accounting 可以告訴大家 是整個CFA裡面 其中一個最深的項目 因為講的東西都很虛無飄渺下 所以很多同學都有困難 因為挺abstract的東西 也因為他說Defined Benefit Plan 基本上香港已經不多存在了 所以很多同學都比較難 visualise 但是Pension Accounting 很重要 因為Level3會繼續講 剛才講的 很多時候 當A投資B的時候 我們會把B的asset 和納得鐵 擺在媽媽的價值上 這個動作叫做consolidation 問題就問 如果A和B是兩個不同的國家的公司 A在英國 B在美國 A在香港 B在人民 在內地 變成我們做一個consolidation之前 要做一個叫courncy translation的東西 這個就是accounting裡面其中一個很大的topic 如何把兒子 轉為媽媽的courncy 另一個topic 就是 FI的accounting FI是銀行和本公司 CFA就由於知道 很多同學都在銀行和本公司工作 或者你 as an analyst 你都會看這些 在銀行和本公司 所以就花很多篇幅 去解釋到底 銀行和本公司 的帳 一些重要的地方 如何去understand 保險公司銀行的數 還有一些比較細的topic 我暫時不介紹 Level 2 仍有courncy Level 2 也有courncy Level 2 也有courncy 其實是Level 1的topic的延伸版 如果你記得Level 1 有個topic就是capital budgeting 是怎樣計算NAV和RR 但Level 1 通常會給你 Level 2 只要你計算出 Cashflow 出來 for replacement project Expansion project Project with unequal life 要你計算那些 Cashflow 出來 然後才做 計算RR MPV 另外就是派息 怎樣公司 怎樣決定派息 Capital structure Level 1 也有講 Level 2 也會繼續講下去 另一個很大的topic 就是M&A的 就是M&A的 Majer acquisition 然後就正題了 就是怎樣做valuation 恭喜大家 Level 2 的 equity 和Level 1 的 equity 很多 overlap 所以 例如 Level 1 裡面 你讀過的 Different Discount model 被Level 2 也看到 所以那部份 很多時候我講得很快 因為其實 大家都 Level 2 也讀過了 大部份的 Material 大家都見過了 但也有些新的 Material 包括 Feed Cashflow model 以及 Residual Income model 另外就是 Fedual Modeling 這些我會講詳細一點 因為這些都是 Level 1 也沒有 Level 2 才有 你問我 我自己覺得 Level 2 的 fixed income 你問我 就是淺過 Level 1 的 fixed income 所以如果大家 Level 1 的 fixed income 比較有把握的話 Level 2 應該不難 因為我覺得 Level 1 的 fixed income 是太大的 是說了太多 Level 2 反而比較集中 另外一個topic 就是Dulatives Level 2 的 Dulatives 就是針對如何去 Valuate那些 Dulatives 包括了 SWAP FORWARD Future 和Option 如果大家記得 在Level 1 裡面 Alture Investment 說很少 而且每件事都說少少 就是走漢花 Level 2 的 Alture Investment 主要針對說兩件事 一個是房地產 Real Estate 一個是 Public Equity Fund 所以比較集中 講這兩個大的 Cast 即是兩個大的 Asset Class 也會有講 Performal Management 和Level 1 一樣 如果大家記得 Level 1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就不講 Cap M Level 2 就會講 Multi-factor model 如何做 Active Management Vs Passive Management 好 這個很重要的 這張Style 就是講考試的方法 這個也使得Level 2 比較難的地方 Level 2 和Level 1 一樣 也有效 Multiple Choice 但它Multiple Choice Structure 是一些叫做Item Set的東西 Item Set的東西 所以 大概 就兩個Session 第一個Session 因為它每個Item Set 也可以有四至六條 四六題 理論上 可以由11組 到8組的題目 有11組到8組的題目 都可以 每組的題目 就會按一個不同的題目 For example On Pension Accounting On Equity Valuation On Fixed Income 其實Level 2 它考的題目 其實不是很多 因為 它上午 兩個Session 1 和Session 2 加起來 大概有20多個題目 但問題是 由於Safe Level 2 裡面 Cover的題目很多 如果考的題目 你不熟的話 合格的機會就很小了 這個就變成對學生要求 高很多 很老實說 Level 1 其實 這個題目很大 但是由於 它是 題目和題目之間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 就是說 你 只要不要錯太多 你就會 到Level 1 如果有些題目 如果甚至那些題目 覺得太難的話 你可以甚至不讀 但是Level 2 你就不敢 這個 risk 因為 如果那些是難的題目 而它 考的話 比重相對 就大了 不同 Level 1 Level 1 難的題目 難的題目 比重都很小 相對來說 那麼 這個 Parsing rate 就Level 2 近年 就都 做了computer base 的時候 都很 Fortal 就做了computer base 之後 最低到29% 最高46% 我想46%比較正常一點 近以前的Parsing rate 那46%其實都很難的 因為 可以這麼說 都是很低下的 因為其實Level 2 是一班 Parsing level 1 Level 1已經將一些比較弱的學生 篩了 那你競爭對手都是比較強的學生 所以贏了40% 其實都是一個偏低的 Parsing rate 這裏說Level 1和Level 2的分別 我再重複說 對我來說 Level 2就是Level 1的延長 所以Level 1還沒說完 就Level 2繼續說 那就more in depth Level 2呢 有些項目 例如Pensure Accounting 的而且又深很多 也都說過 Level 2難是難在 因為他 assume你過了Level 1 所以裡面很多都重複回Level 1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Level 1不夠熟的話 就算你Parsing rate不夠熟的話 Level 2也是有困難的 好 你講到Level 2的困難 這裡我想說多一點 事實上 很多Level 2學生 其實都不是考一次 不是第一次考 都是考到第二次或第三次 因為CFA Level 2 實在的Parsing rate 也不是那麼高 所以你不單止 那些材料困難 那你的競爭對手 都是相當強的 好 那我們CAPMAN幫助大家 去Parsing rate CFA Level 2 有三個 Parsing rate Parsing rate Education 我們會 Stuff on Basic 或者Stuff on Zero 去調整Level 2的材料 總共會叫你 我會把你帶回去做題目 但Focus是按照一些知識的傳授 Parsing rate 就會不停操作題目 我們CAPMAN 是Based on Syllabus 設定了一些問題 給大家上課操 上課操作 我會解釋 還有講一些做題目的技巧 Parsing rate 是做一個Mod exam 我 exam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review 去進行過題目 解釋 如果他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可以隨時問我 好 那 那很多同學就問 跟CAPMAN上課和自修分別 答案是這套 CFA那套 六本書 還有都很難明白的 都很難明白的 我們CAPMAN將一些東西簡化了 提供大量的例子 令你容易明白的 所以其實你上課的話 這套CAPMAN 你大概都不用看 除了我會叫大家翻譯 題目 因為這個CAPMAN 每個字幕後面 有些題目 Q&A 我都想大家做了 不要浪費了Q&A 內容基本上就不用怎麼看了 我們上課 所以這套CAPMAN 就是 這套CAPMAN 這套CAPMAN 就是 這套CAPMAN 我們剩下的時間 會做一個Dample Lecture 我選擇的 就是 Fixed Income OK 就叫 Term Structure Term Structure 在Level 1 你見過這個字 就等於 Yield Curve 就是 Yield Curve 就是 Yield Curve Yield to Maturity 和Term to Maturity 的關係 由於 美國政府的債券 由最短 到三個月 最長了三十年 中間有不同的 Maturity 的關係 將不同的Maturity 債券的Yield 發條線出來 那個就叫Yield Curve Yield Curve 有三個basic的形狀 這個就叫Normal Yield Curve Normal Yield Curve 簡單來說 就是越長的債券 越高 也因為叫Normal 所以一般情況 是這樣 因為投資者 去買 就是 長的債券 Risky 公司 沒理由不給高的Yield 給你買長的債券 現在的Yield Curve 其實都是Flat的 所謂的平債券 Yield Curve是平的 長中短的債券 的Yield 不是差很遠 現在 美國Yield Curve 大概是Flat的 另一個Case 是Inverted Inverted 就是長債的利息 是低於短債的利息 如果大家看新聞的話 看Bloomberg的話 經常都說這個 就是預警 的Recession 由於 Yield Curve 上面 每一點 就是 Discount Rate 所以Yield Curve 動的時候 Bloom Market 就會 升升跌跌 這個當然就是 Interestary Risk 從Level 1 Yield Curve 有幾種 第1種叫做 Parallel Shift Parallel Shift 看看 軟期 中期長期債券的Yield 它改變了一樣的 這個叫做Parallel Shift 這個都是比較常見的 Movement 但是 Yield Curve 亦都可以有 Non-Parallel Shift Non-Parallel Shift 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Twist Twist 就是Slobe的改變 For example 這個Case來說 Slobe是大了的 本來 Ukabic比較平 然後Slobe比較斜了 這個就是Stickening 反過來這個就是Flatening Treeceps就是 Slobe的改變 你看到這個Case來說 就是那個 短債的跌幅 就大於 長債的跌幅 所以這個肯定是 Non-Parallel Shift 就是長中短的Yield 的Changeup是一樣的 另一種叫做Butterfile Shift Butterfile Shift就是 弧度的改變 Yield Curve的弧度的改變 如果弧度小了的話 就叫做Positive Positive Butterfile Shift 如果Yield Curve的弧度大了的話 就叫做Negative Butterfile Shift 這個Case很清楚 你的短債 中債 中期債段的Yield 的Yield Change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 Non-Parallel Shift OK 先說過 當Yield Curve動的時候 Positive Non-Parallel Shift的話 Bond Market就會 跌跌 這個就是Intrusive Risk Turns out 90%的Yield Curve的變化 可以解釋By Paddle Shift 而Paddle Shift 可以測試一件事 就是Level 1的 打學過的Effective Duration 如果大家記得 大家看Level 1讀過的 Formula 就變成Bond Price D Delta Y 這個Formula裡面 Delta Y 只有一個 是一個 星高Delta Y 因為這個Formula背後 其實是 Paddle Shift 就是Level 1讀過的Effect Duration 所以在Level 1 當你用Duration的時候 你會假設是Paddle Shift 如果不是Paddle Shift的話 你會用這個技巧 叫做Curate Duration 這個在Level 2 就會Cover Curate Duration Curate Duration 就是一個 Single Spot Rain的變化 帶來 One Price的變化 這個是在Level 2的 專門處理 Lon Paddle Shift 之後我就想跳過 講 Term Structure Theory 因為如果不是 就不夠時間了 我就想叫Term Structure Theory 尤其是講話 三種的 U Curve 都有 就是有三種形狀的 包括了 Normal Flat Inverted 現在就問 為什麼會有三種不同形狀的 Terms 三套理論 去解釋 U Curve形狀 請留意 這三套理論 其實不是有衝突的 不是哪套理論 哪套理論不對 三套理論也對 只不過有時候 一套理論比較多 我問你 over另一套理論 第一套就叫 Pure Expectation Theory Pure Expectation Theory Pure Expectation Theory 就叫做 Same Return over any investment horizon Same Return over any investment horizon 那什麼意思呢 我沒有舉個例子 今天想想投資一年 即你的investment horizon 是一年 你怎麼想想 你怎麼投資一年 其實有很多方法 最簡單來說 買一張一年的債券 一年到期 就拿到一年的return 反過來 另一個方法 就是買了兩年的債券 一年之後沽了 買了三年的債券 買了三年的債券 一年之後沽了 或者買了六個月的債券 到期之後 再roll了六個月 這套理論 Pure Expectation Theory 就說 你怎麼做都好 你的return 是一樣的 都是Same Return 就是你買了一年的債券 就是你買了一年的債券 跟你買了兩年的債券 一年之後沽了 買了三年的債券 一年之後沽了 那你的total return 是一樣的 這個叫pure expectation theory 我們先focus pure expectation theory 為什麼會有pure expectation theory 他就說 原來怎麼會這樣做 為什麼會發生 因為 fault rate 就等於 expected spot rate 這個是 fault rate 就是你計算過的 fault rate 1Y 1Y 2Y 1Y 計算 就是你 基於sport rate 計算出來的implied fort rate 他就說 原來implied fort rate 其實就是未來的利息 就是說 是沒有interested uncertainty 你不用猜了 利息多少 不用猜了 基於現在的利息 你可以計算出來 Fault rate就是將來的利息 所以是未來的 你記得怎麼計算 Fault rate Fault rate 就是 從sport rate 計算出來 拆收了 Sport rate 就是geometric average of Fault rate 所以 基於geometric 的companding 你可以用Fault rate 去計算Sport rate Sport rate是Fault rate 如果這個Fault rate 是等於extended fort rate 成立的話 我才說的 就沒有interested uncertainty 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也沒有了price risk 什麼是沒有price risk 我沒有說過 你買一張 10年的債券 你知道 完全一年之後的價錢 多少 你買了五年的債券 你也知道一年之後的價錢多少 沒有price risk 也沒有reinvestment risk 什麼是reinvestment risk 就是說我投資六個月 我只知道 6個月的return是多少 因為such 等於一年的return 一年的 債券的return 我投資三個月 我已經知道未來 之後三個月 之後三個月 之後三個return 多少 因為 因為return 等於 投資一年 所以沒有了reinvestment risk 那現在就大家去review 什麼是sport rate 或者什麼叫fort rate 就看這個圖片就可以了 Imagine我投資 現在 給大家聽一下 一年的sport rate是2% 兩年的sport rate是3% 那我買投資一元 在這裡 投資兩年 那rate就是 兩年的sport rate which is 3% 那我兩年之後的future value 就是1.03的兩次放 那如果我投資一年 那我的future value 是1.02 因為 那一年的sport rate 是2% 那fort rate 就是such that 兩邊的future value 是一樣的 所以我用1.02 乘回1加f 那這個就是future value 那我現在就equalize 兩邊 又solve 我把future value 那future value 就是4% 所以4%就是 future value future value有幾個定義的 那第一個就是break even rate 那我講過了 如果你第二年是4%的話 那你投資一年 再續多年 和連續投資兩年 你的return要 就是break even 那也是lock in的concept 那你投資 兩年的話 其實lock in的return 是4% over the second year 那也有另一個interpretation 就是 onfort rate 其實就是未來的利息 但這個 turned out這個理論 是沒有imprequal evidence 就是理論而已 實際上是不太行為的 所以這個世界 你將來的利息是uncertain的 亦都是說有price 有repressant risk Anyway 他就說 那根據這個pure expectation theory 如果今天你叫做u curve向上升 那就是說 那些fought rate 就會越來越高 那些fought rate越來越來越高 就代表投資 expect利息升 那反過來 如果u curve向下跌的話 就代表投資 expect利息會向下跌 那u curve平的話 代表投資 expect利息不變 那這個就是 pure expectation theory 去解釋u curve的形狀 那就是說 u curve形狀 就代表了投資點體未來利息 好 好 那第二個呢 叫liquidity theory 他就說 implied fraud rate 是就等於expective fraud rate 就加一個liquidity premium 這個liquid premium 其實呢 名字很複雜 其實不外乎是risk premium 如果大家記得 我已經說過越長的債券 duration越大 所以越risky duration是 measure the risk 所以投資者 沒有理由 要求 demand high return 去compensate the risk 所以這個fraud rate 基於這裏 除了 represent 未來利息之外 也都 represent 就是一個risk premium 這個risk premium 是跟長期的 跟maturity有關係的 越長的債券 的risk premium 就更大 所以他說 今天 如果你看到u curve向上升 可以代表兩 投資的預測 代表 第一 投資的expect 利息升 這個當然就是pure expecting theory 又或者投資的expect 其實 利息不變 如果利息不變的話 應該是 的 但是因為加了 risky premium 那 的 扯上去 所以這個 upward speed 可以代表 投資的expect 利息升 或者投資的expect 利息不變 因為risk premium 突然扯上去 但是如果 u curve下跌的話 就代表 投資的expect 利息跌了 最後一個 我要說的 就叫 preferred happy death theory 他講的很簡單 看看u curve 最簡單的 分成短期 中期和長期 他就說 每一部分 其實都有不同的demand supply 即有不同的demand 有不同的supply supply 本來講 當然是comfortable US Treasury 即是接美國政府 Tresary Department 是發債的 到底發覺都是中期 短期和長期債券 那demand 就comfortable 很多的機率投資者 主權基金 養老金 保險公司 我用一個例子解釋 其中一個主要的buyer of那些trechery 就是 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因為 去recycle美吉 貿易盈餘 投錢 去買美國的 US Treasury 但是 中國政府一決定 減少賣長債 就多點賣短債 減少賣長債 多點賣短債 即是 Total demand 沒有變 只不過 是將demand 由長 去短 由於長債的demand 小了 價錢就下跌 價錢下跌的話 EU 就會向上升 跌回後 短期債券 價錢會上升 EU就會下跌 所以 EU curve 會斜多點 所以 Peer Habby Set Theory 就是透過 demand supply 去解釋 EU curve 形狀 OK 時間關係 我停在這裡 我問一下 大家 有沒有關於課程 或是關於 Level 2 General問題 大家再問 因為我會將時間交給我的同事 所以大家有問題 就馬上問 我先鎖上去